我在大机庆上结束里面 哈喽大家好 我们终于把万众期待的 Proton x50 借出来拍影片了 大家想要知道这台车外观还有内装的部分 可以点击我上方的小白点 我们好久 definitely有介绍过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之前在 Serbam 的试驾丵с测试影片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OK没有啦 其实我们因为这一辆车 我们之前做过了很多影片 所以这一期影片 我们不会再讲它的外观还有内装等等 我们会直接把这辆车开上路 开上山 所以如果你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的影片 一定要看下去 哇那在上山路之前呢 我就要求先试驾先 因为这辆车它的动力组合 小排量渦轮 又有双离合 就让我这个 Volkswagen 车主好奇它的这个性能表现到底是如何 那我首先发现到的是这个 1.5 三缸 Turbo 其实它的爆发力是蛮顶下的 因为你起步那一瞬间一踩油它这样贴着去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这辆车好像很有力的感觉 我相信很多人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平时这样日常驾驶 你应该也会觉得这辆车的这个动力蛮充沛的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它的这个中段好像我现在这样慢下来再踩油 这个 110 这样子再加速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动力就会稍微比较虚的感觉 然后我注意到这个风车好像有点明显 我觉得这台车这个好像一个 80 到 100 多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领域 就是你会觉得这辆车的动力蛮充足的 那我比较有一件是这个变速箱啦 因为就想到哇X50 这辆车好像有 Sport 这样哦 这辆车应该是很跑得啊 可是这个换挡表现相比起我的 DSG 都是双离合 所以我的 DSG 那个快感啊 在这一具七速双离合身上就找不到 这个双离合它的换挡比较平顺 比较柔顺一点 DSG 几强都好还不是会错 啊 你的 CVT 最好啦 那再来就是这个车的底盘部分啊 和动力组合一样 因为我就一直觉得这辆车很 Sport 这样哦 我就以为它的底盘应该也是比较运动化一点 可是现在这样子开下来啦 这一方面呢我反而觉得 诶 这辆车开起来是比较舒服多一点的 这个底盘的 setting 我觉得 Ivan 你的 Iris 反而还更加运动化一点 简单讲这辆车的底盘 没有 Proton Right and Handring 的灵魂 对 没有错 它整个没有那种车体一体很刚性好那种感觉 它的这个带给我的这个感觉啦 反而是比较佳用性 不过 Family 看也不可以嫌弃那么多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个 X50 长到很帅啊 很跑得这样哦 就以为它是一辆很 Sport 的车 其实并没有 反而它整个 setting 它整个设定的都是 比较舒服 然后比较偏向这个家用啦 比较实际一点啦 你们要 Handring 好的 SUV 是吗 等明年 明年有 Iris Cross 啊 那一个 会换新的 CVT 啊 那个就对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 DSP 好啦 那讲回这个底盘方面 我觉得这辆车它的底盘 它的悬吊是真的是非常软哦 不懂你觉得怎样 很松 对 就整个是你会觉得好像松松这样的感觉 尤其是 它没有像 X70 那样有一种厚重感 对 X70 的底盘有一种接近 OC 车的厚重感 这辆没有 对 Ivan 你讲的重点 因为我就是从对 X70 的感觉 抱着那种期望来试这台车的 结果我就发现这辆车 它没有那种稍微比较 Continental 的感觉 它还是有那个 Solid 的感觉 可是那个 Solid 是从隔音方面下手 就是你觉得这辆车很细腻很 Refined 的感觉 有那种稍微感觉上好像比较高贵 比较贵气的感觉啦 可是如果讲到驾驶感 我觉得它是没有那一个 Continental 感觉的 我觉得这辆车如果它的底盘可以 悬吊可以硬一点 然后它的底盘刚性高点的话 这辆车的 Handling 会很好 对 这样子的话就应该会有 Proton 的感觉 目前这个设定我个人是 我会挑剔它的这个悬吊 有点过软 这个就和它的外形和它的这个形象 稍微比较有点冲突啦 OK 现在我们来到云顶山路了 有点期待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第一扭 我现在上着这个斜坡 我的确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动力方面 算是很充沛一下 不过我觉得啦 它的这个换挡效率方面就 稍微有一点不太积极 所以我觉得我先切换这个 Sport 我看一下 我觉得这辆车子 它整个调性就是舒适家用 对 所以虽然讲它的马力很高 可是你真的不要当它是一辆 Sport 的车来讲 嗯 真的 你不要去把它当作那种很运动化的车 并没有 它其实反而是更加偏向舒适这一边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 牙箱懒惰就是因为 它是家用车的设定 对 你太 Sport 的话牙箱就会很错 对 包括这个方向盘的手感喔 其实我觉得它很轻 轻到我个人是觉得啦 因为我不要去追求这种感觉啦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手感其实是有一点轻到 好像没有什么 feedback 这样的感觉 这个呢 如果你在 City Drive 我觉得 会是很好的一个 setting 因为很轻 包括你要 parking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很好用的 但是在这种地方呢 就稍微比较少了一点 这个感觉啊 这个时候如果有 panel shape 就好了 它还是快的 就只是它的那个换挡 稍微不够积极 然后好像过这种弯 哎呀 这个时候其实我有点怀念 以前你的 Iris 的那种 Proton Right and Handling 的感觉 这辆车让我回头 这个真的是家用型啦 我只可以讲 包括我过一个弯之前 我都要先踩一踩刹刹车 老实说啦 我觉得如果它把这个底盘 调教到比较运动化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应该会很好开 很好玩一下 OK啦 接下来到我试这辆车了 我们的 Iris 车手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 Proton 专家 然后我驾过非常多的 Proton 的车 然后我 experience 过 Lotus Handling 也好 Proton Right and Handling 也好 全部我都体验过 所以接下来我就用我自己 几年的 Iris 车手的心头 来跟我们讲下这辆车了 首先啊这辆车我要讲的就是 它的 Steering 真的是太轻了 轻到有一点没有手感的感觉 所以 OK 对于一般的驾驶来讲 这辆车的 Steering 的助力是不错的 可是对于你要找回以前 Proton 的那种 Right and Handling 的感觉的话 这个 Steering 的回馈是给不到的 它完全就是为了把这个车改成家庭用 所以它这个方向盘非常非常的轻 谁驾都没有压力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我以前开的那种 旧款的 Toyota 的车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舒服 谁都可以驾 谁都可以驾 很容易开 但是如果你要激情的话 就没有了 就是以前 Proton 带给你的那种 底盘的机型是完全没有了 对对对对 真的差很多 然后动力方面 这个动力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价位的车款里没有的挑剔 它主要它的强项是在它的这个低速的 Torque 它低速的 Torque 其实蛮够的 所以你一直爬上的情况下 加上这个 Sport Mode 它很有这个推力把你的车推动 所以你会觉得上山整个过程是轻快的 只是还是要讲啊 它这个Volio 真的是有点重 可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这样讲它还是一辆家庭车 我觉得我忘记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一具引擎会不会抖 这个引擎其实还好 就算真的是刚才上山的情况拉转速的话 车市里面 如果你抓 Staling 的话 抖动是很轻微很轻微的 只是油门踏板这边的震动会明显一点点 对 刚才跑Highway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你没有跟我讲的话啦 其实我不会懂它是一具山岗 老实说这个真的是 它的那个震动一直我觉得做到相当的好 可是当有时候好像该我这样慢下来 在踩的时候啊 我就有feel到那个引擎稍微 好像磕瘦了一下 就有那个喘气的感觉 这些引擎的表现是其实可圈可圈啊 请问Froton 可以不可以把它放在Iris 上面呢 我觉得如果这个动力组合移到去你的Iris 完美 对 我们现在过了云顶的半山 进入拖哈罗斯 上山上我也会想念我的Iris 因为像Iris的话你换了一个PS3 在这种山路根本就是完全无懈可及 其实我觉得这台车的这个UC6 它的抓地底算是不错的 是不错啊 只是讲这个车动态方面 推头蛮严重的 它不是推头 我发现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很像以前的WOWOW 车款 它驾起来的感觉 我觉得很像上一代的XC60 它整个车头很重 然后它的车头是重到那种 会让你觉得有时候 你又不能讲它是推头 因为它车尾也飘 因为它车尾也飘 它车尾也在飘 其实车尾也飘的原因 真的是因为那个选择太软 我还是要重诚一次 不是这辆车不好 只是它不适合我 因为它不是一辆以运动取向为主的车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爱开车 就是比较运动化的人 这方面 如果你买这辆车 你只会了很舒服的 在老婆孩子出门啊 或者在女朋友去看星星什么话 它是很好的 可是如果你是要享受这种 驾驶热气的人 这辆车就有点辛苦了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你不要因为它有1.5 Turbo 有双离合 你就认为它是跑车 然后有Proton Red Handling 你就觉得它是一辆很运动的车 没有这回事 不过转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很喜欢它的舒适性 是 尤其是你看过这种黄线啊 它基本上它的碎震是细到很清楚的 都比较很细的 然后过滤到很完美 你不要太凶的去驾这辆车的话 我可以保证你的家人 坐这辆车会坐到很舒服 我觉得它的整个NVH 的表现 感觉已经是 在同级车算不错 对 我觉得差不多已经直上了咯 就是你这样子的价钱买到这辆车 你对它的NVH 应该会很impress一下啦 这样还好吧 因为那个风声有点大 除了那个风声 我觉得那个风声 可能Proton 要想办法解决 但那个风声 跑久是这样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点明显了 OK 我给大家一个tips 这个是S50 车主分享的 这个风声暂时没有很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是你要解决这个风声很简单 你装 low-wise 它可以割掉那个风声 会大幅度的减低这个风声 没有办法做到100% 可是感受会很好 的确 因为我可以很明显 听到那风声是从这一边这样子传来的 这个是给各位S50 车主 或者是S50 车主的消贴士 OK啦 我刚才讲我是Proton 专家 是开玩笑的啦 只是我真的是体验过 比较多Proton 的车 如果是以一个了解Proton 车的人 来讲这辆车的话 它的操控表现是真的没有 以往这个Proton 的感觉的 只是 它没有准的消费族群啊 是大部分更在意舒适性的 嗯 大众市场 对 大众市场 它瞄准的就是那种 因为讲真的 pending 多么好的车 你也不会每天跑去跑山路 对 最重要的是你每天在这个 载住你的家人 或你自己的车车 你要有那个舒适性 这个它绝对是有的 对 日常驾驶的便利性啊 舒服啊 等等 对 等等 这个东西它绝对有 所以就看你怎样去取舍啦 OK啦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谢谢我们 拜拜